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和大家回顧一下上星期的日本新聞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個Netflix的City Hunter 嗎? 對於在八九十年代長大看這個日本動畫的觀眾來說 可能是一套充滿回憶的作品 我看今次這套Netflix的電影版感覺都頗不錯 尤其是對於飾演主角胡宇遼的寧木良平更是另眼相看 對於第一次看這個演員的演出都留在一個頗深刻的印象 不過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套City Hunter 已經是接近四十年前的作品 作品在超和六十年代1985年發表開始連載 自然地作品的對白和價值觀都反映了當時的價值觀 即使這套Netflix電影版把故事背景改為現代 但仍然用了很多超和年代很喜歡用的表現手法 例如是男主角說王康、調戲、女角 還有很多看起來比較低俗的表現手法 某程度上對於曾經在當年生活過的人來說 可以說得上是一種懷舊 因為這種超和老頭的王康 現在基本上是成為一種禁忌 所以如果是現在的年輕人看這套Netflix電影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些突厄難以接受都不頂的 即是在現在的令和年代無論是漫畫、電視、劇集 都基本上是不會用這種表現手法 在現實上認識的人都不可能會這樣說話 的而且確從前的超和大叔真的很喜歡說王康 有很多人甚至乎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改變得到 例如前一陣子在祈浮縣的奇藍丁的丁長 這個丁長叫做小島英雄 他被政府內部的職員告發曾經多次性騷擾下屬 事件引起很大的迴響 後來經過第三方調查委員會的內部調查就發現 這個丁長對於他政府內部旗下的職員 做出99種不同程度的性騷擾霸凌行為 例如他會撫摸女下屬的頭部 以看掌聞為理由要求他的女下屬伸出雙手給他觸摸 甚至乎拍打臀部 擅自幫女下屬按摩肩膊 不單止是撫摸對方身體 更會要求女下屬撫摸他的身體 不時又會詢問女下屬底褲的顏色 催促女下屬生仔等等 報告就說有99項性騷擾行為 基本上都是擅自利用職權佔女職員便宜的行為 事後召開記者會時 這位丁長就說他已經70歲了 對他來說拍打頭部只不過是鼓勵下屬的一種手法 認為這種只不過是世代隔膜地說 並且認為第三方調查委員會 對他作出一些不公平的調查 更加在記者招待會上當眾樂淚 即是70歲的人都搞成這樣 都頗收家 最終這位小島英雄丁長 都抵受不住輿論壓力而宣布會辭職 其實大部分選民可能價值觀都是 超和世代老頭上年紀的公公婆婆 但圍繞在政府內部工作的職員或議員 很多都可能是中青世代 他們已經不會像以前那樣引氣吞聲 有什麼事情上來時集合所有職員的力量向媒體告發 其實就會很容易推翻得到這種超和租老頭上司 不過這位小島英雄一定不會是最後一位超和老頭 同樣地來自在祈浮縣的池田丁 他們的丁長江琦和夫最近都被認定是對政府內部的女職員性騷擾 例如強敏對方還有拍打團報 事件亦導致他會宣布辭職 另外接二連三還有一位來自愛知縣東香丁的丁長井余憲治 最近亦被政府內部的職員投訴這位丁長的霸凌行為 例如會叫對方去死 警告職員如果打算請一年產家就會殺死他 欲罵職員的腦袋比白甲的腦袋還要小 以上事件罵大後亦抵受不住輿論壓力宣布辭職 不過在面對記者的時候 這位丁長的態度都不是很友善 處處想要為自己辯護 就被批評似乎沒有好好反省自己的行為 有記者追問這位丁長辭職是否因為反省自己的過失 他就說是因為連日來被記者圍繞所以辭職 又說大家應該要考慮一下 怎樣去防止人們濫用霸凌這個用詞 因為職員下屬的投訴有部份是來自誤解 其實用霸凌已經算是低一級的用詞 這位丁長所說的內容甚至是構成恐嚇 性騷擾行為其實是癡漢行為 恐嚇和癡漢其實都是犯罪 就不是說你辭職就能夠解決問題 而且可能在他們的心目中 他們會認為現代人是不可理喻 但其實無論是超和年代也好 還是現在的零和年代也好 以上的行為都是犯法的犯罪 只不過是說以前的人可能會默許這些事情發生而已 另一則新聞想說 發生在2022年4月23日的 北海道滋藏半島觀光船魚蘭事件 最近正式踏入第三個年頭 剛剛過去的4月23日 魚蘭者家屬出示觀光船所在地 北海道斜里丁舉行追蹈儀式 具體事情是怎樣發生呢 可以參考一下我以前的影片有詳細介紹 在北海道滋藏半島的旅遊區 有一個旅遊環節就是坐觀光船遊覽 在當地斜里丁有一間遊覽船公司 因為管理不善 觀光船的維修保養沒有依照政府規定去做 而且公司老闆為求賺錢罔顧人命安全 在出發當天天氣不穩定 仍然要求船員帶遊客坐觀光船出海 最後導致這個觸礁沉船事件 船上所有乘客和船員無一生還 而且大部份乘客的屍體到現在都未被找回 現在事件仍然在調查階段 到底是否能以疏忽管理為 又是空高遊覽船公司社長 還有待跟進 不過最近舉辦的追蹈會 船公司社長沒有出席到 只有在現場設置花圈意思一下 最後想提醒大家 日本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完美 依然有很多無良商人存在 例如最近 日本知名的發動機製造商IHI公司 最近被揭發數據造假 公司也是承認旗下的兩間子公司 自2003年以來 一直刪改超過4000部 這是船舶用的發動機燃油效率數據 兩間子公司分別是來自 申飾縣和群馬縣 造假原因只不過是 希望令數據變得更亮麗 這間IHI公司 功課的對象 甚至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廳 和北海道鐵道公司等等 當然事後公司社長 亦開記者招待會 鞠躬道歉 不過目前為止 仍然未發現安全上的疑慮 有發現問題 過去已經有不少日本大企業 被揭發數據造假 我想應該還有更多企業 未被揭發 就不是沒有做 最後想說一張比較有趣的新聞 就是所謂的零碎投票權 上星期跟大家介紹了 日本民間有息之事舉行的人口戰略會議公布 日本國內有可能有很多城市市鎮會自然消滅 其中大阪市包括門真市、全藍市等12個城市 被列為有可能自然消滅的城市 消息公布後 大阪府的年輕知事吉川陽文 對外發表意見 首先他就說 現今自民黨政權的政策 為何沒有為及到年輕一代呢? 就是因為選民以老年長者為主 亦都令到國家的政策沒有未來的展望可言 所以他個人認為 應該要推行所謂的零碎投票權的政策 是以確保年輕一代的需求能夠在政策上被反映出來 令到政治家能夠為未來一代作出打算 即是零碎投票權這個想法都很暫身 暫身到有點荒謬 比起給外國人留學生有投票權更為荒謬 外國人留學生的話 他們可能只不過會在日本生活短短幾年就離開了 怎可能令到他們有一票來決定日本的未來呢? 而一個只有零碎的小孩對他們來說 未來是什麼呢? 他們的腦可能只會想喝奶和睡覺 那他們會不會知道這一票的意義是什麼呢? 最終只不過是會比父母擁有多一票而已 所以事後網上也有很多人嘲笑這個吉川陽文 是不是最近這個大阪漫博的壓力實在太大 而導致在記者會上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呢? 以上就是這條影片的內容 大家有什麼意見不妨在留言討論 另外很高興就是最近頻道突破了4萬訂閱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正在想要不要在這個頻道開直播和大家互動一下呢? 雖然我在另一個頻道是有定期開直播的 但似乎這邊仍然是有很多觀眾不知道 所以嘗試在這邊也開一次直播和大家做一個 4萬訂閱Q&A之類的直播互動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慢慢考慮的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 for今支持 下次再見,拜拜! 我會再推薦! 我會再推薦!